各位弟兄姊妹与福音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尔湾赵慧 目前在UCNNWWE电子工程的硕士 谋生怜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得以受尽信入主名 自己来到美国时候 认识第一个人就是弟兄 那个时候自己基本的吃喝住都成问题 弟兄待我一一解决 那个时候觉得这位学长身上 有着一股云淡风轻的平静 只是自己简单归咎于说 这位学长有着多年的生活经验而已 后来在小孩聚会中 我看到每一位弟兄姊妹们 身上都有这样的平静 尤其是一位年长的姊妹 讲说圣经经节的时候 带有全民的话语慢慢流淌出来 仿佛时光都变慢了 而到了唱诗歌环节 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大声歌唱 放膽来赞美神 我是一个功课生 喜欢揪其原因 当看到这样的现象之后 我想要找到其中是为什么 后来自己参加了一些读经小组 然后在读到约翰福音 变水为酒的经节的时候 我忍不住了 说这不守恒 这水怎么能直接变成酒呢 后来弟兄姊妹们跟我讲解了 说这位神是有着创造大能的神 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后来我开始慢慢接受 这位创造大能的主 最终得以受尽 当我受尽之后 我的生活有了些许的变化 在去年年底参加完学生成全训练之后 我开始了与弟兄的成心生活 借着这样的成心呢 我除掉了熬夜 睡懒觉的坏习惯 周末呢 也是早早的就起床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手机电脑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好玩 屏幕使用的时间呢 开始大大减少 那个时候觉得 就说每天呢 不读一点主的话呀 不得到一点来自主的亮光 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实在是很没有意思 然后呢 我开始越来越期待各式各样的聚会 觉得在这样的聚会当中 就当来高举主的名 得到来主的供应 而不再只是生活的调剂而已 福音朋友们啊 让我们来抓住机会 来接受它 信入它 来转向它 他们感谢主